客運在星期一晚上 國道北上的一方發生 儘管物資因為交通的阻塞 無法充分的 相信很多鄉親朋友 都有同樣的感覺 電視打開 每一台長得好像都一樣 但是稍微看事情報不算 就是我媽你 你媽我 不然就是用台北的角度 看台灣 感到台北如果落後 回台灣就拚拚拚 台術科 從開始就不像一樣 二十多年來 一直站在地方 用你的角度 關心身邊事 關心全台灣 因為我們相信 生活在台灣 無論大小人 大家都一樣 台術科默默的努力 終於被看見 也終於被肯定 得獎人是南投新聞 而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將會負擔起 媒體更多的社會責任 發現問題是基本 探究問題的起因是重點 除此之外 我們更願意和大家一起 嘗試提出解決的方法 並且用自己的資源和力量 站在協助的第一線 我們是台術科 一直站在最基層的角落 聆聽民眾最真實的心聲 看到地方最迫切的需求 台術科 願意跟你作為打拼 讓我們的地方 讓人看得到 聽得到 有公平 有正義 有愛 有關懷